申命纪第27章 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 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 你们过了约旦河 就要在以巴陆山上 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 漫上石灰 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住一座石坛 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 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 在坛上要将凡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 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 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 薄熙和祭司立位人小于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呀要默默静听 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 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遵行他的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 你们过了约旦河 西缅 立位 犹大 以撒加 约瑟 汴亚敏六个支派的人 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 刘便 加德 亚瑟 西布伦 但 拿弗塔利六个支派的人 都要站在以巴陆山上宣布咒诅 立位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 有人制造耶和华所增悟的偶像 或雕刻或铸造 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 那人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 清曼父母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挪以临涉地界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想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驱往正直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 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金 百姓都要说阿们 与寿银河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 百姓都要说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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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本期待